中国这次要全力打造南海铁三角 直接对黄岩岛进行天海造路 现场画面曝光 菲律宾彻底慌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南海最早有我国发现并对其进行命名和开发 因此该海域自古以来就在我国的管辖之下 是不允许其他国家所侵犯的 然而南海海域极其富属岛屿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时常受到周边国家的觊觑 多年来我国为了维护南海海域的权益 不断地对海上岛屿进行开发建设 并先后吹田了多座岛屿 目前黄岩岛经过长久以来的变化 已经有大片陆地露出了水面 迎来了吹田造岛的最佳时机 该岛屿一旦吹田成功 就能构同南海中的另外两座岛屿形成铁三角 共同保卫南海海域的安全 不再畏惧任何强敌来犯 那么黄岩岛目前的建设状况如何 与其构成铁三角的两座岛屿又分别位于哪里呢 黄岩岛隶属于我国海南省三沙市 位于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之一中沙群岛之中 是该群岛中少数露出水面的岛礁 中沙群岛的处于南海的中部海域 最北端以神户暗沙为起点 向南直至波幅暗沙 并以黄岩岛作为东部的终点 海域面积可以达到60万平方千米以上 其岛礁散步范围十分广泛 在南海四大群岛中仅次于南沙群岛 黄岩岛是一个整体形态 成等腰三角形的大型环礁 其东西方向长约是5000米 南北方向宽约是5000米 四周长度约为55000米 面积可以达到150平方千米左右 黄岩岛周围被形状 辖长成大半圆形的珊瑚带所包围 在平昭时环礁几乎会被淹没 在其内部则形成了一个面积 约为130平方千米 水深可达湿到20米之间的天然细湖 在黄岩岛的东南端 有一处宽度为400米的通道 能够与外部海域进行连接 中型步渔船只以及小型舰艇 也可通过该通道进入细湖之中 不仅可以作为自然条件优越的渔场 还可以为来往船只提供良好的避风场所 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 有着极为丰富的鱼类资源 作为一处发展鱼业优越的场所 不仅有着包括石斑鱼 鳗鱼 鹦鹉鱼在内的众多鱼类品种 还有着丰富的贝类和藻类资源 此外在黄岩岛的海区内海运藏着大量矿产资源 其中包括蒙矿 铜矿 涅矿在内的金属资源就可以达到30多种 在这片海域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积极进行工业 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开发 对于能源的消耗巨大 随着陆上资源的不断减少 海洋中所蕴藏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就愈发重要 目前我国在南海海域中的渔业不捞主要集中在三大渔场 然而随着对于海域的开发 除黄岩岛之外的两个渔场具备的开发潜力已经出现了下降 海域内的渔业资源结构也已出现了明显的退化 因此黄岩岛地区的渔业发展将对我国未来深海渔业的规划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黄岩岛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十分独特 作为重要的海上通道成为了恶守位于菲律宾旅送到中西部的苏比克湾的咽喉要地 该海湾对于菲律宾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为一个一手难攻的天然深水两岛 该国便将海军基地建设于此 正是因为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有着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重要的战略位置 长期以来便一直受到了菲律宾的侵扰 黄岩岛一旦吹田完成将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先来跟随地图一起了解一下菲律宾为了侵占黄岩岛 而做出了哪些非法行为 早在元代时期黄岩岛就已经被我国发现 不仅开始有渔民在附近海域进行作业 更在岛上建设了基础设施 在此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离开岛屿也一直在我国的管辖之下 并于1992年和1994年先后在黄岩岛上升起五星红旗和建立了水泥纪念碑 然而自1992年以来 菲律宾公然就黄岩岛挑起事端 不仅宣称该岛屿是其本国领土 更是等到岛上将我国设立的主权标志破坏 近几十年来 菲律宾一直在美国的挑唆之下 同我国就黄岩岛问题进行争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闹剧非但没有停息 反而有了愈演愈烈的态势 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菲律宾方面一再违反做出的承诺 为此我国将加快对于黄岩岛的吹田工作 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航线之一 南海海域长期以来受到周边国家的依赖 因此一直以来受到侵扰不断 黄岩岛一旦吹田完成将成为我国南海海域中的又一战略奥的 不仅便于对于周边海区资源的开发 更能够对存有侵犯心理的国家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 进一步维护我国的南海权益 黄岩岛一旦吹田完成将雨位于南沙群岛中的永蜀岛 和位于西沙群岛中的永兴岛共同构成铁三角 能够抵御任何强敌的侵犯 下面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这两座岛屿 永蜀礁是位于南沙群岛中的大型环礁 其面积达到了108平方千米 而永蜀岛则是位于其西南礁盘上的人工岛 在2013年底开始进行田海造路的准备工作 并于2014年8月到2015年4月进行吹田建设 最终永路面积建成了2.8平方千米 我国已经的永蜀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规划建设 目前岛上已经建有医院、机场、学校等基础设施 未来还将成为南沙群岛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 永蜀岛位于西沙群岛东部的宣德群岛之中 是一座有白色的珊瑚以及贝壳沙 在礁平台堆积而成的珊瑚岛 该岛的面积为3.16平方千米 其整体地是平坦 平均海拔高度为5米 通过扩建永蜀岛屿位于礁盘东北部的石岛相连 该岛与海拔高度达到15.9米 是整个南海海域中最高的地方 岛上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有猫咪的林木 因此又被称作林岛 其岛上的植物种类繁多 野生品种就多达148种 将近占到西沙群岛总数的九成 对于永兴岛的建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 对于该岛屿的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南海开发中的重点项目 我国最年轻城市三沙市就位于永兴岛之上 目前岛上已经建成了一系列完善的基础设施 是南海各个岛屿中所占面积最大 人口密度最大以及开发程度最高的海岛 该岛屿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有着南海枢纽的称号 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吹田完成的永蜀岛 永兴岛 将与即将进行吹田的黄岩岛 在南海布局中形成一个铁三角 当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时 三座岛屿将能够迅速形成联系共同面对侵扰 共同保卫我国南海海域的安全 中国在面对南海的挑战时 积极展开反击 勾筑起南海的铁三角 这一战略举措既展示了中国坚定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 也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中国是如何面对挑战并进行反击的呢 南海铁三角的构筑又有何意义 中国面对挑战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面对一些国家的非法行为 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 通过外交途径表达立场 加强南海相关岛礁的军事部署和设施建设 以确保自身领土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通过构筑南海铁三角 加强了区域内各个岛礁之间的联系和配合 荒岩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共同构成了南海铁三角 形成了中国在南海的重要战略布局 南海铁三角的构筑为何具有重要意义 它提供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防御战略纵深 通过合理布局和部署 中国能够更好的预警和回应潜在威胁 增加了防御的灵活性和效果 其次南海铁三角的构筑使中国拥有更多的预警时间和战略回旋空间 有利于应对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坚定地捍卫领土主权和利益 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来回应外部挑战 南海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资源和战略价值上 更是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所在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 以实现共赢与合作的局面 总结起来 中国成功夺回黄岩岛的控制权并加强了南海地区的建设 形成了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相连的铁三角战略布局 对美国在南海的主导地位构成了重大挑战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南海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南海争议 并与相关国家共同努力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各方应加强沟通与合作 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南海未来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